美中激烈竞争碰撞也要管控风险 美国总统拜登全力投入选战 更需要表明对中立场制造议题 美中两国领袖4月初刚通过电话 美国财长叶伦4月上旬才结束了一周的中国行 接着两国防长通话 国务卿布林肯下旬又受邀到访 他先是到上海会见了学生看篮球赛 再到北京讨论双边还有区域跟全球议题 这时候的气氛就不再轻松了 外交部长王毅敦促美国不要干涉内政 不要打压中国发展 而布林肯则是敦促中方对台湾跟南海保持克制 特别是在台湾准总统赖清德就职前 也警告中国停止出口军民两用的零组件给俄罗斯 否则可能制裁中资银行 布林肯这次访中也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外界认为中美营造良好的气氛是要替美国总统 拜登访中铺路 2024全球大选年 白宫宝座争夺战如火如荼登场 美中关系却是波涛汹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访问中国三天 展开艰苦的谈判 宛如是高空走钢索 美中过招中方为了大高谈判姿态保密到家 最后一刻才宣布习近平要会见布林肯 完全复制去年六月 布林肯仿咒当时的戏码 地点同样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我提出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鸣 三条大愿者 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也是走向未来的质疑 竞选年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上任至今尚未访问中国 香港媒体指出 布林肯此行可能就是为了拜登访问中国大陆铺路 距离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就职不到一个月 布林肯当面要求北京 不要在就职典礼期间挑衅 并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 布林肯这次访中前夕 美国国会才刚通过延宕多时的 源外法案 总计额950亿美元当中 80亿美元地挺印太伙伴 抗中保台 总统党选人赖清德表示 那间美国朝野两党支持台湾 台美长久友好的情谊 也将持续地深化 印太安全补充法案 不但将强化西太平洋民主岛链 阥阻威权势力扩张的能力 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也将提升印太地区国家 对美国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信心 拜登政府援助台湾 犹如准军事同盟 直接触碰中方敏感神经 布林肯此行议题众多 中国却透过官媒放话 画出红线 不能触碰台湾更人权等议题 去年11月旧金山拜喜会之后 美中关系开始止节回稳 两国高层恢复沟通对话 但在台湾 俄乌战争 贸易 科技等重大议题 双方分歧依旧全疏 美国指控中国 暗地支持俄罗斯军工业的发展 布林肯告诉中方 由于北京拒绝停止向莫斯科提供芯片 跟引擎等物资 美国已经逐渐失去耐心 布林肯除了俄乌战争 还跟北京讨论尾巴冲突 南海问题 芬泰尼 AI风险 跟美国当前最关切的 中国产能过剩等多项议题 美国中冬大选即将来临 中美采取的策略 都是时间换取空间 不愿此时节外生枝 布林肯一年之内二度访中 外界普遍认为美中过招 中方落去下风 但美方抗中的同时 也不希望横生波澜 中美高层对话 可以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 却改变不了双方斗而不破的关系 在这边 谢谢观看